我感觉我以前我很愚钝 太愚钝了 上一年我接触了清净法门 我接触了之后我又不开悟 我舅舅是学这个静祖宗了 他说没事这个你去犯杀业 我去犯了杀业 我去做了烧烤 我现在我真敢后悔 我杀业这么重 我现在真真这样子 你说有其他法门的人 有其他的法门的人说你杀业可以的 不是他说了 你给这些鱼放了阿弥陀佛号 现在给他们放了证号 给他们念阿弥陀佛号就没事的 他们本来是念的来人间 就是来轮回的 我后来我现在 我这时候 断惠命啊 这些人讲话断人家惠命了 我现在我接触了我们法门 我深深感到这个杀业的群众 你现在知道了吗 很多法门里边的人学的不精进 不懂嘴巴里还乱讲 说这些鱼天生来的就是来轮回的 那你现在人也是轮回的 你怎么生出来就不把他弄死啊 不是也是来轮回的吗 把他杀死好了 哎呀 愚痴啊 真的愚痴啊 对对对 真的愚痴 所以说我要多年信心 我非常感恩 是 然后还有是我 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就还有是 我也在每天忏悔 然后希望 希望我舅舅也能就 再问我们心里 他们好好修 好好修啊 他这边带领了 带领了很多 就是其他的进度法门的 带领几百号人的 然后他们就 然后也是每天做功的 去放声的 哎 不明白道理 我告诉你 学佛 是是 一年 他们还说有时候能 啊 你说你说 我说学佛要明理的 不不懂道理学佛的话 学到后来就会偏差了 是是是 我感觉都是有点偏差了 我没说他们偏差啊 我就说学佛要懂道理 不懂道理的人容易学偏差 听得懂吗 是是是 我不说人家法门好坏的 我就说 一定要懂道理 有些道理讲出来 根本乱七八糟的 你这学佛学到后来 怎么不偏差啊 是是 嗯 是 然后非常感恩 关心 把指导我 然后 那我都 除了说 我又 我又是 我又是 有高明师之点 然后是 人家 人家也是有点聪明的 然后我又 我又 又又 又开始学信心法门了 我真是愚痴 然后接受这么好法门 然后我们好好 就中间 中间中段来 三个月 去去 去下生的职业了 我想我们就应该可以 正好就 我想的 本来就是就是也是 在网上 你呀 我告诉你呀 我现在台上讲给你听 好吧 我不是为了你呀 就是你这个杀业 我告诉你呀 你承受四个月呀 是是是是 你已经少活四个月了 我就讲给你听 如果你本来应该几岁死的 你会少活半年呢 你听得懂了吗 就你这个 这几个三个月的话 我告诉你 你承受四个月 是是 你去玩了吗 我也很灵的 我说我 我说请大厦 别关心上 慈悲我 我如果今天 如果我卖的 不好 我全部卖完 我立马放下 放下土壤 我立马不干了 那天真的很灵 全部卖完 真的 很很很 很这个 我很不可思议 才卖完了 你这个呢 真的浑了 你浑的不得了 我现在心难后悔 我这次 你这种人最好 以后不要拜台阳做事故 我告诉你 我现在后悔了 请台阳 请你慈悲 能够让我 能够拜 拜您为师 我现在心生后悔 我会好好念 你和大神王 我告诉你 这种事情不能做的 不管人家学什么宗的 跟你说这种话 你可以相信的 是是是 他妈还要鱼生出来 就是给人家轮回的呢 那鱼生出来 就给人家吃的 那人生出来 也给人家打的 人不是总会要死的吗 那生出来 就把他弄死好了 不是来轮回的吗 早一点轮回 不更好吗 是 鱼吃啊 是是 我很鱼吃是 好了 好好的 你想做台阳的地址的话 你就自己好好修 我告诉你 台阳很严格的 是 是是是 否则我跟你说 你这种自己带的业啊 真的 带的业我跟你说 听得懂了吗 是 我现在我深感业障 是 哎 什么生意不能做 做卖鱼生意 枪毙了 真的是 是 我现在 我坚决不干 我再也不干 杀众职业 你知道台长 台长上次到人家买鱼的地方去放生 结果那个人 看到台长 他就说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的 我说 你用不着 见过我 你看看你现在做的这个职业 你以后会给你造成什么报应 就知道了 他后来过了大概一个月不到 他就跑到电台里来找我 他跟我说 卢台长 你就给我讲了两句话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职业放弃了 是 我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 我再也不干了 我 我好好学习经营法门 就 你在干了 就好好去 你在干好了 你在干好了 我告诉你 叫你话都讲不出来 你相信不相信 是 台长 我错了 我再也不干了 我再也不犯杀业了 请你慈悲慈悦 还有我现在 我就是很迷茫啊 我现在 就是因为我不孝顺父母 还有协鱼 还有杀业 导致我现在 事业很不顺 好 我也今天有念 主题成就和大卫主 等等 我请您 消掉 没有消掉 不会事业顺利 听得懂吗 是是是 请您慈悲一下 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事业 转好 我现在 转什么好啊 你现在要真心忏悔 实心环改 真心忏悔 是是 你然后才能事业 才能有顺利 听得懂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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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